在金山区浮原那谷塘前方的社寮道路 因为过去都没有整修 路面相当的破旧 加上有许多的小碎石 机车骑士很容易滑倒 所以今天市议员张景豪就邀请了市府公务局 区公所里长等单位到现场会看 在金山区浮原那谷塘前方的社寮道路 由于过去都没有整修 让路面相当破旧 而黄港里长就表示 这条道路有二十多年都没有重新铺设 在纳谷塘前方往海岸方向 沿途都是下坡路段 加上路面有许多的小碎石 机车骑士很容易滑倒 因此今天市议员张景豪就邀请了市府公务局 区公所以及里长等单位来到现场会看 其实我们黄港这个社寮道路面 差不多以外二十多年没登坡 路面高低落差规律 影响到我们这里居民的出入的行车安全 我们有协调我们井豪议员 来帮我们黄港这里里面争取 争取到路面重铺 水沟重新施作 一个大湘岸的水沟的附近 公司把我们输进 让我们这里的居民生活品质能够提升 里长说这条道路不只是有铺面破损的问题 路旁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排水沟盖 位置都设在接近路中间 相当危险 而且水沟盖也非常老旧 有的还出现了裂痕 因此议员张景豪也说在设聊 也有路面积水的问题 在今天会刊之后 也将要求公所以及市府养工处来改善 那今天来是同时要改善我们的 除了排水系统 还有我们的道路 大概有20年 它已经都没有修复 所以今天也是养工处 跟公所这边 还有我们的里长 特地来一起来共同协调 看要怎么样来改善 那今天大家有一个公司 就是要整个道路要重铺 排水系统要改善 还有我们湘涵那边有一些排水 要把它疏通 这一次会报前瞻计划的 道路维修改善的计划 那如果我们的前瞻计划没有通过 我会请养工处跟我们的公所 一起来执行 这条道路有将近500公尺的长度 必须重新铺设路面 另外还有寒洞下方的排水 也需要疏通 以及道路的水沟盖位置 必须要移到路间 议员也会申请前瞻计划的经费 希望未来可以尽快的发包需工 还给在地居民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 记者许段义金山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